大北新一区也是跨年的热门景点 平常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观光客 是越晚人潮越多 有许多店家在这边主导24小时营业的噱头 从牛排馆到咖啡厅 现在连家具行都可以从早逛到晚 抢攻新一区不夜城的商机 新一区的童话夜市这边 因为再怎么晚都是满满的人潮 而就是看准了这股人潮 这边甚至开启了24小时的家具行 走入家具行 温馨的布置 敞亮的空间 摆平店面怕逛不完吗 让你逛到天亮都没问题 我们知道沙发的话 它的特色就是说 我们是采用水机的外露整套去 像巴厘桃的休闲室的一周围 打造海岛风景 仿佛在家就能度假 原来家具越晚挑越有感觉 当然我觉得晚上有一个不一样的氛围 看家具如果能够不分时间 那如果你真的有积蓄的话 这是还蛮方便的 标榜20小时营业 看家具不限时 但这用电量不小 和业绩如何平衡 业者早精算过 我们的灯效里面都采用LED的灯效 既省电又可以达到 我们希望呈现的温润的色感 不但能省电一半 LED照射在石木家具上 更显光泽和温暖感 你好 欢迎光明 24小时的牛排店 吃牛排讲究的就是气氛 一整片落泥窗 夜景让约会更浪漫 但到了白天 洒下的阳光让人暖洋洋 搭配的餐点也变成最潮流的brunch 先做口袋三明治 沙拉轻食 配上窗外绿地 还有台北101 做一个上午都值得 因为观察新一区 像早上会先上班族 那下午才会一些贵妇 那下午的话会先烟猫子 所以这边一些客群 会安排一些不同的菜色 为了符合不同族群需求 台北新一区24小时营业的店家 可不少 先看看市政府捷运站 附近就有咖啡店和牛排馆 下一站永春 有连锁评价意大利面 换到新一安和站 是从早开到晚的家具店 象山站则是美式贝果餐厅 不过只有周末整夜不打烊 但也打造出新一区不夜城 开创台北夜晚无限商机 接着张凯亮 王宗翰 周易德路易台北相关报道 秀人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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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ос